爱你的天父 他永远掌权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 诗篇 第九十四篇 这首作品是一首哀伤的诗歌 根据推测 可能是以色列被巴比伦侵略时 所写下来的 虽然诗人对恶人 发出强烈的指控 但同时 他也对天父的公义有信心 面对现在世界上 许多的纷纷扰扰 相信这首诗会兼顾我们 天父依然掌权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第九十四篇 诗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啊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发出光来 审判世界的主啊 求你挺身而立 是骄傲人 受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啊 恶人夸圣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他们叙叙叨叨 说傲慢的话 一切作孽的人 都自己夸张 耶和华啊 他们强压你的百姓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伤害孤儿 他们说 耶和华啊 必不看见 雅各的神 必不思念 你们民间的 畜类人当思想 你们余完人 到几时 才有智慧呢 照耳朵的 难道自己 不听见吗 照眼睛的 难道自己 不看见吗 管教列邦的 就是叫人得知识的 难道自己 不承挚人吗 耶和华啊 知道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耶和华啊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你使他在 遭难的日子 得享平安 唯有恶人 现在所挖的坑中 因为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百姓 也不离弃他的产业 审判要转向公义 心理正直的 必都随从 谁肯为我起来 攻击作恶的 谁肯为我 站起抵挡作孽的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 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 我正说我失了脚 耶和华啊 那时你的慈爱 扶助我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那借着律例 嫁弄残害 在胃上行坚恶的 岂能与你相交吗 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 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 但耶和华向来 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他叫他们的罪孽 归到他们身上 他们正在行恶之中 他要剪除他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 要把他们剪除 诗人说 造耳朵的 难道自己不听见吗 造眼睛的 难道自己不看见吗 这意思是指 天父当然听得见 也看得见 我们生命中 所经历的一切 天父都看在眼里 也放在心上 但是当天父的时间 还没有到来时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 敬钱和信心 继续等候他呢 努力你 相信天父的时间 相信他总是以 公益智慧 来治理这个世界 爱你的天父 他永远掌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受委屈 遭遇不公的对待时 求你亲自为我伸张 因为你是公义 且明辨一切的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祈求 阿们 制服你 凡事有神掌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